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怎么样啊 还可以 那好 我要这两个鱼的 莲花的也要 好 嗯 我离开开 我以前知道的灯是用来照明的 原来还有这么多用处啊 这盒 你们去哪儿了 买莲花灯了嘛 一人一个的 你怎么知道 我刚想买一个呢 当地村民说呀 将自己的心愿告知莲花灯 然后放到节目海中 就会心愿达成 那你个五只小儿 你的心愿肯定是吃月饼 谁说五只小儿啊 我现在已经懂了很多事了 那说来听听 你都懂什么了呀 我今天懂了啊 什么是端午节 中秋节 还有花灯 我还懂啊 人呢 总是要经历生离死别的 有的人很早就死了 也要能活上千百年的神仙 但不管命运如何 最重要的 是要和身边重要的人在一起 那 我们之间要是有人先死了呢 我如果先死了 那我就和靖兰一样 不管几时轮回 不管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都属在你身边 哪怕就做你的钱混蛋也好 我才不要你这个傻口袋呢 要是换我的话 我就要做棒射箭 人人都拿我当宝贝的 紫燕师叔 你若有来世 你想做什么呀 我 如果一定要选 那我就做箭翘吧 只守着我的箭 那我 就做着花灯 每逢中秋的时候 你们看着我 我也看着你们 好啊 你看 你看 爹爹 以后连宝照顾你 我是你的妻子 若是要来世 我定要好好守护你 青龙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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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